这完全是政治上的一个炒作 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也没有社会学上的一个根据 我看他们心里面其实希望什么呢 希望香港的疫情能够继续下去 民生和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都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就有民怨 有民怨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落这个政治本钱的一个有利因素 不做这个检测在社会上到处走动 那么这个不是说的严重一些 不审缺德嘛 那么现在呢 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呢 只能在香港九龙新界 这三个地区 1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走动 对我们的生活生产造成的影响极大 所以要是我们能够疫情这个防空工作做好呢 我们就能够在整个祖国 大地上海阔天空的走动 回复我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这个前提呢 就是我们把社会上所有的 这个影响的这个待遇者找出来 隔离治疗 这个呢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他 所以这个我们借进全民的 这么一个检测呢 是很有必要的 他家人全部我们一家四口在香港都来了 首先呢 整个城市非常流畅 而且里面呢 这个流程的管理啊 你怎么进去 实际上要是人多的话呢 大家就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距离 这个路线呢 基本上不会有 你会碰到其他人一个方向走 流程非常这个长逊 采样的时间呢 就是几秒钟 而且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多来